目前诈骗是相当的猖獗 草屯一名富人报案 在抖音上结识一名自称是境外财务专家的网友 详骗他投资中国矿泉水公司股票 每次交付35到168万元不等 前后总共面交达358万元 亲朋友提醒财经卷找到诈骗 因此向警方报案 版本局草屯派一所日前接获一名富人 报案称遭诈骗 详骗他投资中国某公司股票 以面交六次达新台币358万元者 本分局获报后立即规划一日 让富人以新台币95万元诱出车手 顺利在草屯儿童公园将车手人赃拒货 全案依法移送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 草屯派一所远警接获报案后决定将计就计 隔日让富人以新台币95万元诱出车手 警方在草屯儿童公园将其人赃拒货 全案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 为二子诈骗集团犯罪 本分局近期展开诈骑集团热点许首请勿 在辖内金融机构及超商派员部下天楼帝王 已连续查获两名诈骗车手 呼吁民众切勿相信可疑投资讯息 凡是保证获利 投资需要面交支付军事诈骗陷阱 可拨打165专线或110报案查证 令也请民众协助 若在ATM提款机发现可疑提领 立即通报警方查证 议员唐晓芬向了感谢警方的用心 也呼吁民众 有接到来路不明的投资或者是电话等等 请民众要提高警觉 我们草屯警奔局草屯派出所 那最近接获民众的一个举报来检举 那因为有一个妇人 那透过我们的一个抖音一个群组 那被诈骗了将近快358万 那经过朋友的提醒 她惊觉说这是一个诈骗的一个话术 那前后也面交了358万 那这次也来到我们的草屯派出所 来做一个报案 那也经过我们警局的警员 非常认真的拿来寻寻的来找方法 那也利用这个将计救济的一个方式 来跟我们的妇人达成协议 警方再次强调 接到来路不明的电话 请提高警觉 并拨打110或者是165 报案或者是求助 避免钱财损失 记者邱平易 草屯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